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小白 那我的频道主要讲旅游跟生活相关有趣的事情 拜托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白現在人在童话街夜市 也叫铃铛街夜市 它也叫童话街夜市 我来这边干嘛呢 各位 今天呢要来帮大家试试 必顿推荐的餐厅 好的童话街 六点的童话街呢 实在人不是太多 所以呢 如果要去要喝要玩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赶快来 就是说人呢还少 这个地方呢 小白在这个童话街 为什么因为它端端呢 50公尺看到没有 看到鸡鲁柜 才对它有什么生意啊 好大概 30 40公尺呢 它有两家 利比登推荐的 这个夜市的开饭 那一个是两鸡鲁柜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呢 经过这个洛基小招 你相信我 因为 这个地方呢 是以前小白的招卡 洛基小招 人超多的 它以前的 下面很多 非常多 就是 利比登推荐的条件 就是在手持两下 如果想要一次 利比登的来这边就对了 我可以外带吗 可以 可以喔 好 我要一个炸的臭豆腐 跟一个 常忘的臭豆腐鸭血 我可以外带吗 一个鸭血豆腐 然后一个炸豆腐 比比登 现在 不知道摔成什么东西了 刚才不小心那个 边吃边讲呢 就掉在地上了 但呢 另外一家的完好的戳 中上之后的 利比登推荐臭豆腐 跟香瓦本推荐臭豆腐 香老板呢 就开始进行今天 被轟炸过的 比比登 臭豆腐推荐 跟香老板 臭豆腐推荐 配了这个 今天呢 就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它被比登推荐呢 而呢 同样在通话街另外一家呢 还没有被比比登推荐 但我必须说 没有被推荐这个 排队的人比较多 好不好 比比登推荐的这一家呢 它是三块臭豆腐 然后它臭豆腐中间呢 这种搓孔的方式呢 让这个臭豆腐呢 跑进醬料 基本上它是完整的一块 它没有切啦 那就是要用啃的方式的来吃 这是泡菜 那相反先来试吃另外一家 它叫这个维宁记 它一样在童话节 这是切过的臭豆腐 还有其实我们看到 酥脆的皮 里面有豆腐 然后我沾辣椒 刚拿到的时候呢 这个臭豆腐是干的 刚刚吃的时候呢 才把这个酱汁倒进去 所以 确保这个臭豆腐的脆度是很够的 这是维宁记的泡菜 我必须说 单就这个炸臭豆腐呢 比比登推荐的天香臭豆腐 盛 我想主要是因为它那个酱汁 真的弄得很好 而且它 而且它那个酱汁浸到豆腐里面的味道很够 它豆腐的味道真的也比较好 维宁记呢 比较酥脆 可是它的酱汁就是稍微普通一点 但如果喜欢吃比较咸的人 我觉得这个可能 或许是比较合适的 它可能想把外面炸得很酥脆 对不对 反而造成一个 就是皮过老 比比登推荐的这个呢 我觉得它各方面差到好处 美中不足的是比比登这个 推荐的这个泡菜呢 它真的太甜了 那维宁记这个呢 比较咸甜适中 第一关炸臭豆腐 天香臭豆腐 这个比比登推荐的很盛 再来呢是这个湿的臭豆腐 这边两边都有鸭血 那这边有冬粉 金针菇 这边呢只有鸭血跟臭豆腐 因为两个价钱不一样 这个65块 这个90块 我们先试吃鸭血 这是比比登推荐的鸭血 那这是天香臭豆腐鸭血咬开来的感觉 好 那这个呢 这个是维宁记的鸭血 你有没有看到比较软嫩Q弹的感觉 这个感觉比较juicy 它在滴水整个很juicy 维宁记的鸭血呢 比比登推荐的这个天香臭豆腐呢 就有点过老 就里面已经没有什么水分了 口感OK 但是少那个弹性 因为一比较就知道了 那维宁记这个鸭血呢 咬下去呢 有点像咬破那个 咬破那种嫩豆腐的感觉 它的鸭血味道比较有进去 就代表那个汤呢 有煮进那个鸭血里面 虽然是很juicy 但它不是水 它真的是湯汁的味道 那这边也是 只是说它咬下去呢 就是里面比较干一点 就感觉好像 这个可能煮的时间太久了 把那个鸭血里面的水分都给煮出来了 所以呢 因为我连吃了两块 所以我满确定的 它鸭血呢 是比较老一点的 好 再来我们来试吃 天香臭豆腐的这个 水煮的臭豆腐 跟维宁记呢 煮的臭豆腐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天香臭豆腐 煮的臭豆腐 这是维宁记煮的臭豆腐 一样 我觉得它跟鸭血的状况是一样 就是它 可能煮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它豆腐吃起来呢 韧 比较有韧性 就是咬起来比较扎实 比较老一点 就是比较有点像豆干的那种感觉 好但 但它的豆腐的香味是很好的 汤的味道有煮进去哦 它是有煮进去的 那维宁记呢 这个煮的臭豆腐呢 它整个豆腐的味道呢 会比较接近麻辣火锅的那种感受 那这边没有 这边是比较甜 所以看你喜欢哪一种汤 那汤比较咸比较重 所以那个豆腐 虽然中间的味道比较淡 但配上那个汤 整体而言是均衡的 就看你怎么选择 不过呢 确定的是它的鸭血呢 大胜 今天这个毕比登推荐呢 跟小老板推荐呢 目前为止呢 感觉是 平手 它各有擅长 所以你们有机会呢 来到通话街夜市的时候呢 那记得呢 有两间豆腐店都好吃 一个是维宁记 林江街比较靠近岸河路这边 那另外一个是天香臭豆腐 它是林江街 比较靠近基隆路这边 都不错 那可是小老板个人 我讲个人偏好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重口味一点 所以我还是会偏向这个维宁记呢 多一些 但是呢 炸的臭豆腐呢 我绝对会选 这个天香 那如果是汤的豆腐呢 我会选维宁记的 好不好 那用这样的组合呢 我相信你有办法呢 在林江街夜市呢 吃到 好吃的臭豆腐 而且是必比 但推荐的臭豆腐喔 我请小编他们评评 但他们头不用入镜 然后他们帮忙试吃 然后对 听他们讲话就好 我觉得维宁记 比较吸引我 就是它不是像这样大块切过 它每一边都是炸过 所以会比较有嚼劲 我觉得我蛮喜欢它的泡菜 古来那个年轻人牙口好 他觉得那个 就是维宁记的那个 皮炸的韧韧的 觉得好吃 觉得老人家牙口比较不好 你就会觉得 天香臭豆腐的那个臭豆腐 那个炸的程度刚刚好 你先说一下 你两边的牙型都吃到 对不对 那你感觉如何呢 这个好像有一个什么香料的味道 口感呢 口感呢 对这味道比较重 比较辣 维宁记的鸭血味道比较重 那咬起来口感呢 这个比较坚挺一点 比较 比较有固体感 好 所以就是 那个维宁记的鸭血呢 它里面水分比较足够 所以它 鸭血的样子还在 天香的那个 就是它里面水分就比较跑掉了 里面比较少水分 那咬起来就会比较绵 就会不弹口一点点 一样 就是两边各有人爱 今天香老板带你吃比里丹 这个通话街夜市 我们可以期待香老板 之后呢 再带你吃第二家跟第三家 那忘了给你们介绍 林江街夜市呢 是香老板的造咖 因为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呢 大概有一拍五十天呢 的晚餐呢 是在林江街夜市 解决的 好不好 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跟林江街夜市有关的 都可以问香老板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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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